上場的機會被林志祥給擠壓掉 現在變成必須要以代打的身份來上場 哇 高國慶這一棒 看起來相當的深遠 上了看台 哇 這是高國慶今年的第六隻紅布浪 布浪鄧志維專門於前 又追上來了 沒有打很打也打很打 還是往陳新鋒的位置去 對這一棒又是一隻兩分炮 所以統一師隊冠進了今天的第十六分和第十七分 現在統一師隊是取得十七比零的領先了 相當有機會形成今年球季 勝分最大的一場比賽 現在好像前幾集就打倒了 但也希望這場比賽 LAMIGO的狀況就到這裡為止 不要再延續下去 高國慶有沒有機會再來一隻 在中左外野方向又出去了 哇 今天的雙響炮 高國慶今天前面打數都沒有敲出過安打分 接下來卻是兩發紅布浪 高國慶這一發又是一隻兩分打點的全力打 今天連續兩隻全力打都是兩分打點 讓統一師隊目前的領先分數來到了21比0 這裡是高國慶今年本季的第七隻全力打 對 而且把那個全力打王的這個 拉開了一次 怎麼打都可以打 今天對紅總來講真的只能說無奈 這個半局也看還差兩名打者又要打一輪 接下來輪到帶打的塗裝群 我們的訴求剛好正中高國慶的下懷 我覺得也是比較低的低角度 這邊不在乎